南無霸 那算不算鄭聰基拍電影那麽多年來 最大的成功感了一定是低逐戲劇 低俗起劇 暴龍哥 暴龍哥那個真是拗頭 拗頭在於什麼都獲獎 金馬仙 是的 拗頭是在於這個 因為之前都有提名過的 譬如拍老港 老港正傳那個 都算是劇情片 少少幽默 提名很正經 我很努力去做 提名 然後又不行 行運超人 這次好笑吧 又不行 我發覺為何低俗起劇會可以 難道說髒話就行 但台灣人不懂聽 是的 我不懂聽 所以我想了一件事 其實我是不適合拍那麼多日 你拍了很少日 低俗起劇 我拍香港拍了一天 接著去廣州吃那頓飯 就拍了一天 兩天就獲獎了 兩天 會不會其實是這樣呢 但這樣想又實在太過分了 不知道 所以我又不太知道 那你去台灣出發之前那時候 有沒有想過自己上台獎 還是想去見識一下金馬獎的環境 我提名就當成贏了 今晚提名 金馬獎很難拿的 所以那次去到已經很開心 有份提名 坐在下面都已經 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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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那一刻沒有想過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的話 我講了很少話 我沒有想過 我沒有想過 沒有怎麼說什麼 我只是說謝謝 因為沒有期望 之前 假設有0.1%的機會 我也想過 也沒有做過這件事 沒有 還有那時候 我記得我在橫店拍攝《四大明報》 當日飛過去 第二天 結束了班長令 我又要走了 要回到橫店 我記得我之前拍攝 在橫店拍攝 拍到臨上機之前 那幾個小時 讓我回去洗澡 然後走 所以也是累到沒有時間想 又興奮又累 所以沒有了 不用想了 終於有份參與 就已經很開心了 就是這樣 那會不會 例如金馬獎 因為第一個 得獎比金像獎 興奮過 興奮過 那我又 但我見你 金像獎很感動 金像獎 是的 金像獎很緊張 反而緊張 因為又要做MC 那 家動 我老朋友家動 他又在一起 那我又知道他 那他當然是我前輩 那他又提名了這麼多年 那我又想拿 那我又很想他拿 那我又很想他拿 那所以 那一 我記得我一出來 第一個Tag已經 我忘記了說什麼 哈哈哈哈 我都記得我有看過 那家動說 他又好 他記了我的稿 他記了所有人的稿 他說 你說什麼什麼什麼 你說吧 哈哈哈哈 所以 我又整晚 當場 當場 亂了 那個人 所以 那次 又興奮 又開心 又感動 加上在香港 那 自己在這個地方大 所以 特別 特別開心 一點 一圈圈 星光背後 有我鄭勇基 想聽足本訪問 請馬上到881903.com 節目重溫